如果 世界上只可以選一種產品帶去膠油 防曬產品實在是必須的 今天我選的這兩種防曬產品 分別會用在臉和身 和老老豆豆 我最討厭塗完之後黏黏黏的 而這兩樣正正就是很清爽和保濕效果很好 其實膠油就沒必要化那麼厚妝 加底妝眉眼上就夠了 底妝方面 這支粉底就聲稱越融越漂亮 太陽縮縮我不怕你的 眉妝方面 用現在很流行的tattoo eyebrow 就保證不會掉色 沒有的話就用這個 塗完之後樣子當行精神曬 眼妝方面 選擇防水防汗是常識吧 這個waterproof 正呀 嘴仔呢 塗完油色唇膏在底 再塗些gloss就perfect 適合了 它的膠油又很容易脫妝 塗些gloss就最適合了 喇喇喇喇 今次我介紹的膠油好地方就是觀塘海濱公園 我今次的裝束就會比較sporty 個人來說就會覺得舒服些 別說我穿外套好熱 政府雖全片都誘惑 去戶外活動 穿長袖三虎次最靜重 對 不過你們這樣說 我就唯有脫一脫 不用怕 我永遠都是穿著sportwear 穿到這樣 想玩多久都可以 經過我上次行山 只是曬焦了鼻子的經驗 我今次一定會做好 cool down的skincare步驟 因應肌膚問題 選擇分別有潔膚、防止黑色素、美白功能的精華 就最適合用了 最後記得敷上去紅的面膜 港女去戶外也不怕黑了 這裡怎樣去?很容易 下次再見 拜拜 了解